有一次看蒋勋讲苏氏的《生命哲学》, 他说,苏氏永远在生命里看到一个好像要哀伤的东西, 可是一转念,他就看到了正面的意义。 比如,花腿残红青青小,花凋零,本来是一件哀伤的事情, 但是转念,他就写青青已经长出来了。 比如,枝上柳棉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, 枝头柳絮快要吹没了,但是他转念就写种子撕散天涯, 处处都是生机。 这就是苏氏的乐观,苏氏的豁达。 这样的生命哲学,让他熬过了人生的起落无常, 物随心转,静游心造。 人生的祸福喜乐,其实都源于我们的心念。 学会转念,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, 所有的逆境都是岁月对你的奖赏。 依,转念,坏事变好事。 我们常说,祸福相依,万事万物都有两面, 总是盯着糟糕的一面,生活只能一片阴霾。 学会转念,换一个角度,换一个思路, 生活才能豁然开朗。 苏氏在海南的时候,想要抄书,于是捡松枝来烧末。 结果因为火太大,直接点燃了整个松枝堆,差点把房子烧了。 苏国以为父亲会伤心,谁知道苏氏却开心地说, 烧得好,这下烟灰多得用不完了。 在海南住了一段时间后,政敌张敦看他过的逍遥, 于是派人把他赶出官舍。 苏氏没办法,只能睡在树林里。 儿子苏国十分沮丧,苏氏却说, 幸好把我扁到海南来了, 要是换了其他地方,睡在树林里,怕不是要被冻死。 这就是苏氏的生命哲学。 别人遇到事情,总是盯着坏的一面不放, 苏氏却总能看到好的一面。 无论何种境遇, 他总能乐观面对人生的起落风雨。 转念是通往希望之门的钥匙。 有了这把钥匙, 我们才能走过黑暗,走出阴霾。 1934年,老舍在上海找工作, 结果处处碰壁。 迫于生计,不得已辗转倾倒, 一边写作,一边教书。 后来为了专心创作, 更是辞去较职, 一度断了收入来源。 因为没钱, 生活难免有些窘迫。 坐不起车, 出门只能靠走路, 没钱下馆子, 只能自己动手。 他却说, 走路更健康, 自己做的食材更新鲜。 平时也没有钱余乐, 只能出去散散步, 溜溜弯。 他却说, 不用花钱, 还接近自然。 正是这份乐观, 让他熬过了这段人生低谷。 也正是这段经历, 他写出了骆驼箱子, 奠定了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。 竟无好坏, 唯心所造。 人生境遇到底是好是坏, 全看你到底如何看待。 一念天堂, 一念地狱。 多想想好的一念, 人生才能柳暗花明。 学会转念, 我们才能在峰回路转中, 找到命运葬起来的惊喜。 二, 转念, 难事便亦事。 有一次去杭州西湖玩, 一圈下来, 腿直发抖。 横跨西湖两岸的苏迪, 一条直路走到头, 让我印象最是深刻。 这条苏迪就是苏氏建的。 元幼五年, 苏氏出任杭州郡守, 当时西湖淤泥严重, 荒草丛生, 湖水干涸。 苏氏不忍心, 于是向朝廷申请资金, 书郡西湖。 但是西湖支离工程开启后, 苏氏却发现, 湖底的淤泥太多了, 根本没地方堆。 而且西湖南北三十多里, 光运淤泥就是一项不小的工程。 苏氏想了想, 淤泥何必一定要运出去呢? 就地筑堤不是更好。 于是挖出来的淤泥, 就地堆筑起离岛长堤, 即减少了工程量, 降低了成本, 也方便了两岸交通。 地上又修了桥, 种了花木, 才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苏低圣景。 古人说, 变则心, 不变则腐, 变则活, 不变则板。 很多时候, 困住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, 而是自己的头脑和思维。 思维转个弯, 很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。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, 唐朝的时候, 高宗想要巡视洛阳, 但当时关中地区闹饥荒, 路上盗匪横行并不太平。 他让御使魏元忠负责安保工作, 魏元忠受命后, 反而去监狱找了一个大盗来协助自己完成工作。 大盗的对路上盘踞盗匪了如指掌, 于是魏元忠总是可以提前避开。 高宗车驾到了洛阳, 上万人的队伍竟然一文钱也没损失。 魏元忠因此深受高宗信任, 一直做到在相。 大盗可以为患, 却也可以为善, 全看你怎么想, 怎么用。 修杰尔说, 不懂得改变思维的人, 什么都改变不了。 思维对了, 路才能顺。 当遇到难以逾越的大山, 不妨停下脚步, 换个方向, 换个思路, 人生的很多难题往往就能豁然开朗。 三, 转念, 大事变小事。 苏氏被贬到海南的时候, 朋友同情他被困在海岛, 他却说, 海南是岛, 往大了看, 大陆又何尝不是一座岛呢? 既然人人被困岛上, 又何必自伤自叹呢? 仔细想想, 确实如此。 和大陆比, 海南当然是岛, 但是和地球比, 大陆自然也是岛。 大和小都相对的, 全看你和什么相比, 人的心里一旦有了天地的尺度, 再看自己的经历, 就会获得一种不一样的眼光。 苏氏被贬黄州, 师徒断绝, 人生无望。 和朋友在赤比范州, 他说, 济浮由于天地, 渺沧海之一宿, 人生百年, 置身天地之间, 不过就像是浮游一样短暂。 至于肉身, 更是如沧海一宿, 渺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 拉长时空的维度, 把自己的心念放在更大的尺度上, 就会发现, 再大的事也是小事, 一切得失都微不足道, 一切悲喜都是浮云。 杨慎在大礼仪事件中, 被扁云南, 雄困潦倒, 仕途无望。 朝堂六次大赦, 他都不在其中。 按理说, 他应该历经痛苦, 自暴自弃。 可他却说, 古今多少事, 都赴小坛中。 青山斜阳依旧在, 一切工业, 却都已烟消云散。 既然如此, 得与失, 成与败, 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 《红楼梦》里, 真是引家里失火, 女儿失散, 家财散尽。 人生坠入谷底的时候, 遇到疯道人。 他说, 昨日黄屠龙头, 宋白骨, 锦销红灯, 帐底卧鸳鸯。 拉长时空的维度, 无常才是人生的真相。 人生百年, 望远了看, 什么东西都留不下, 那些挂在心里, 坠坠不安的大事, 也是如此。 我们看到的世界, 都源于我们的心念。 心念透彻通达, 人生所有迈不过的坎, 都只是无关紧要的擦伤。 蔡根坛中讲, 苦乐无二净, 你无非两心, 只在一转念兼耳。 万事万物, 都是人内心的外显, 心变了, 世界就变了。 人生无常, 觊觎不定, 但内心确实可以掌控的。 学会转念, 用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一切, 人生所有困境, 都是岁月对你的奖赏。 人生中的每一次低谷, 往往隐藏着新的契机。 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外界的风雨变换, 但我们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心境。 转念之间, 悲伤可以化为力量, 绝望可以转化为希望。 那些曾经让我们痛苦的事情, 终会成为我们坚韧于智慧的来源。 通过一次次心境的调整, 我们不仅能够迎接新的挑战, 还能收获更多内在的成长与宁静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